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準時收看我們早安華爾街 那其實每一個人在做事情 本來都有一定的規律 比如說這個上市櫃公司 每次來講就是10號之前要公布財報 這個是規定 那其實像我們雙翔砲團隊 我們本來都是月底選擇跟大家做一個見面 已經成為一個慣例了 那如果有一個月這個慣例被打破 一定有什麼事情 特別想要告訴大家 其實最近我感冒 照道理來講感冒我也不用來這邊上面試 因為我們仲正老師上就好 一個人就搞定 對啊 但是為什麼感冒我要抱病在這邊來跟大家 還是要跟大家一個見面 因為有一些事情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這個人真的太認真 我覺得我的身體喔 雖然是感冒 聲音喔 聽起來又比較好聽 但你哭哭少不要介意 但柳玉連咳嗽各位也不要介意 但是呢 我還是拼著喔 拼著我感冒的身體來 特別來這邊大家預告喔 我真的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講 對 如果你又錯失過這個機會 不好意思 不過才敢說我今天抱病來要把這些重大的訊息跟大家講 所以說這個禮拜六就只有一天的時間啊 管教民喻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我們第一個破例啊 在月初我們就辦我們講座 第二個來講啊 我特別啊感冒 我也不得不要把這一些重大的訊息跟大家分享 你要做的只有一點就是把握 你不把握 說實在的 我也沒辦法啊 其實不把握的事情太多了啦 你從這個像我們這個昨天江老師去拜訪公司 那當然你感冒還去拜訪公司就知道這個事情 有多重要啦 那你錯過的東西真的太多 不把握的東西也太多了 那怎麼辦 怎麼辦就永遠都在追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不把握的東西多不多 真的很多 比如說像這一檔股票 展成 當然它昨天是 昨天是大漲 展成昨天是大漲 但是你要去看什麼 你要去看 一家公司我們這麼了解 操作有沒有順利 你就會說 你就會知道了解說 為什麼人家做股票都會賺 為什麼你做股票都會賺 差別在哪裡 比如說像5月15號 早上9點09分 展成48.7 記住這個數字喔 48.7最後加碼 展成48.7最後加碼 那當時是什麼狀況喔 當時是季報公佈 每個月都要 不是每個月啦 季報都在那個時候公佈 公佈出來-0.27 最後利空已經過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會選在那個時間點做加碼 而且是做最後的加碼 那48.7到昨天為止喔 來我們看有沒有賺錢 有沒有賺錢才重要啦 講吉他沒賺錢都多講 來 48.7最後加碼 欸觀眾朋友你不要忘記了喔 62塊以上我們還出過一趟喔 到昨天為止57塊2 欸又多少 4塊半 4塊半 所以觀眾朋友你去看喔 這個操作到底有沒有順利 我說接下來你看像 其實在前天根本沒有漲 我昨天節目還是照樣跟你 昨天早上照樣跟你分享嘛 前天根本沒有漲啊 震盪尾盤收在平盤55塊 欸沒有漲耶 一般人沒有漲就收起來不講了 但是因為我們對這家公司實在太了解 所以我就問你說5月營收會不會成長 我說他還會不會漲 你要看5月的營收會不會成長 像前天誰能給我答案 昨天早上誰能給我答案 沒有 沒有人可以給我答案 為什麼因為他沒漲 那到昨天為止 早上才講完 收盤 收在最高點附近 收在最高點附近57塊半 那我現在在問你5月營收會不會成長 欸老師 營收公佈前這樣拉感覺起來營收應該會成長 那你不是講廢話嗎 所以重點在哪裡 不是講不講廢話的問題是你有沒有賺到的問題 所以這一路以來我們怎麼展成怎麼操作 其實我講真的 你說這個操作有沒有100分 我想應該也有90分吧 這一邊2月20號 跟你講說遠生科在告什麼 美國線上利多要出來了喔 利多出來這個網路專利是很恐怖的專利喔 利多出來之後一波漲漲多少 漲5成 漲到62塊9 這一邊 3月18號 老師 你還等下3月18號 因為那天我就電視上公開告訴你 我說不要去追 除了量太大之外你不要去追 我們的會員在這邊先出一趟 有沒有跌下來 從62塊半 62塊9跌到哪裡 跌破50 48.7加碼 我們沒有買最低啦 但是最低點附近 那你看又賺上來 又賺上來 所以這一邊告訴你要漲 這一邊賣掉 這一邊又買回來 這一邊又賺錢 操作 講90分是謙虛啦 你自己覺得你有辦法這樣做 如果沒有的話當然 後面的展成 老師 我看你這樣做得很準耶 那後面展成會怎麼走 記住我那一句話 你要知道5月營收 是多少 5月營收如果公佈是多少錢以上 它會噴出大漲 這個才是重點 老師啊 看到你講 啊真的很強 漲5成之後不小心追在62塊9 不小心追在最高點有沒有機會解套 一樣啊你還是要看5月營收 所以 當然電視上我們不能公開講 因為它也還沒公佈嘛 電視上我們不能公開講 那見面聊就好啦 尤其接下來業績會怎麼發展 誰能夠給你答案 見面聊就好了 那難道只有展成準嗎 來 觀眾朋友 你看喔 有一檔股票我真的很不想講 那不想講 當然有很多原因啦 那5月7號的時候 5269的翔索 老師 USB3.1到底是什麼 那真的好到 USB3.1有沒有這麼好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知道 我選出來之後 當時85塊 到昨天正式漲了100塊 選出來85塊到昨天正式漲100塊才多久時間 不到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漲快100塊 那你說我該怎麼辦 我也不曉得啊 反正選出來的股票就這麼強啊 你看 到昨天還是漲停啦 好 來 6月3號 176.5 這是前天 昨天多少 188.5 188.5我們寫的時候是85塊 隔天是90塊 這樣是多少 不是快100塊嗎 這邊寫的啊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啊 所以各位朋友你要什麼 這個才是重點 你現在要什麼 你要不要下一檔 我說下一檔我們會選出來 同樣的我們也給它放在哪裡 你看喔 5月29號 你看 你看 所以 觀眾朋友我覺得你應該 如果你不是我們會員 你應該想辦法拿到我們傳真稿 不管你是去騙朋友也好還是怎麼樣 反正有人加入你去想辦法把它拿到 5月29號寫什麼 一樣在潛力股你看第二頁喔 通家 導播照鏡一點 3588 觀眾朋友那時候你看喔 寫出來之後 其實有時候真的萬賺自己不可以做股票你知道嗎 因為選出來股票真的太強 寫的時候在這一邊 寫的時候在這一邊 5月29號 你去看一下3588的通家 寫的時候在 在29號 大漲 創高拉回 創新高漲停板 就在昨天啊 昨天創新高漲停板 所以各位們你看喔 這一些潛力 你看我們像上次選出來的翔索 放在潛力股裡面 結果不到一個月漲100塊 老師那通家 才剛開始漲 會不會是下一檔翔索 觀眾朋友電視上我也不能 因為我 法令規定我不能告訴你說 他就是下一檔翔索 不行嘛 老師那他會不會是下一檔翔索 電視上不能講的 我們一樣可以見面聊 所以這一檔股票來各位們你看喔 我們選出來之後 突破前高 然後創新高漲停板 那重點來老師 他會不會像翔索一樣 一波大漲 漲100塊會不會 我說過了 電視上真的不能講 所以這一些股票的部分 你去看喔 包括每次 在演講的時候 像上次的展成在45塊的時候 上次的展成在45塊的時候 那時候是2月份的演講 我就公開告訴你說 這個利多出來了會漲喔 結果後來一波大漲 漲超過5成 包括接下來我們會把哪一些股票 放在潛力股裡面 像上次翔索 放在潛力股裡面漲100塊 不到一個月時間 通家 放在潛力股裡面 三天的時間 四天的時間漲停創新高 所以接下來要做哪一檔 有沒有會像這一些股票 這樣子連續飆漲的 有還是沒有 其實當然有 但是因為有 有我也很想直接告訴你 有可是又不能直接告訴你怎麼辦 很簡單啦 就是見面聊嘛 所以 我覺得這一次是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其實剛剛講的是很謙虛 他沒有講到楊華 但是你會發現楊華 你看 站上三位數了 你真的是抓不住 那你想想看 接下來 為什麼會特地 在楊華沖上三位數之後 然後選在這個時間點去 要跟你見面 一定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會不會有下一檔楊華 會不會有下一檔展成 會不會有下一檔翔碩 這個才是重點嘛 那如果有 那你上次 包括之前錯過這麼多 想不想利用這一次機會 真的好好的去做布局 好好的大賺他一票 抓到翔碩 好好一個月賺他100塊 我覺得這是很快樂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重點在這一邊 各位朋友 我們還是那句老話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到 真的要幫助的人 你不要跟我講說 老師做股票只是為了預防老人痴呆症 那你去打麻將就好 不用來聽我們演講 老師我做股票 只希望小賺不希望大賺 那你也不要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股票都這樣大賺啊 我們的股票都這樣大漲啊 所以各位朋友 你心太小的 你真的不想賺的 你就節省的時間 就不需要來見面 但你真的想在這行情裡面 真的好好的掌握他一個大波段 大賺他一票的話 我們歡迎你 跟我們來見面 所以等一下廣告電話 你要事先預約報名 你可以自行利用 時間關係 我們先進段廣告 我看見行動科技打破了旧規則 過去 or keep in touch 現在 隨時update 很有心動態 行動科技不僅給你勇氣 更給你行動力 未來不是你找醫生 而是醫生用他來找你 未來你不在家 也能照顧家裡的寵物 在這邊 遠一點 他就是台灣大大4G 數位匯流的領先者 Change for the better 台灣大大4G 又改變擁抱未來 亞洲頭部 雙小炮團隊收費獎座 6月7號星期六走上10點 高雄西子灣飯店 賺錢館會議室 下午2點半 台中日內瓦會議中心 澳洲廳 晚上7點 台北奔亞國際會議中心 議會議室 約專線 02-2578-3777 02-2578-3777 Atari 捨てて紅白と 平紅白と 風の気持ちよさが癖になる 今年はポケットがついて出かけやすくなりました 軽い 涼しい 気持ちいい ユニクロの捨ててこ リラコ 3C商品 讲求轻 薄 镜片当然也不例外 日本原装进口 Asahi Lite 高阶镜片 双面非球面的设计 镜片不止更轻 更薄 还能减少光线散射 增加视线清晰度 影像不失真 视野更宽广 现在配除了享有特价优惠 镜片就换新再折3000 配镜優选 日本Asahi Lite 高阶镜片 专业好视力 服务好品质 薄刀眼镜 有人在生气哦 哪有 连冷气都看得到 谁气得热乎乎 他又没有眼睛 他有3D光眼 一看就知道哪里热 哪里冷 哇 好厉害哦 有眼睛的聪明冷气 三菱电机 物质风空调 用聪明科技 把家变得更舒服 米之米新电机 超冷气冰箱 领先送 哪三菱冰箱 送你卷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有的时候 我真的 人家有一点点万坦自己是分析师这个角色 那当然其实我们有 我们的社会责任 我们有责任让大家赚更多的钱 没错 所以关于这个责任 我们既然是分析师 我们就是甘于承担嘛 可是你知道有多恨吗 有多恨 所以说如果我那时候不是分析师的话 我现在可能退休了 为什么 阳华十四五块之道 一波报上来 如果我可以做股票 一波报上来报到一百块 你说我能不退休吗 所以观众朋友 重点在哪里 有没有下一档阳华 没错 这个才是重点啦 所以观众朋友 真的 因为江老师感慕啦 我本来跟你讲说你感慕你就不要来 不然的话我被你传染 可是不是 看他这样咳嗽也蛮心疼的 就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接下来 昨天去拜访公司 有没有好消息 有没有下一档阳华 既然这么重要 江老师愿意抱着 抱病来上节目 我觉得他要告诉大家的 应该是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想知道的 真的好好掌握这一次礼拜六的时间 对 你看看我们这一次 紧急推出说明会你就知道 就是有很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讲 如果就是像你讲的 你就要预防老人痴呆症的 那你就去买台塑 中钢 台积电 那就好了 拍摸就最快了 对啊 就不用再浪费那个时间了 那如果你要想说 老师你经常这样讲的 你们的股票从低价股涨到中价股 从中价股再想到高价股 你想赚那个你才来 特别这一次真的有很特别很特别的东西 有多特别 你来才知道啦 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的股票 从低价到中价 中价到高价 来 这个4703的阳华 各位你给他看一下 这是在去年的4月19号 股价在多少 14块9 15块2 那个时候我们选中这个股票 就是他的业绩一路成长 这个东西来讲我们都讲过了 为什么选他 他有什么东西我们了解的 我们都跟大家分享 那讲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在讲而已 长到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也把他的利多 说他成立一个部门 要做中华电线的云端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 你看5月27 我们在这里跟他讲 他整理的时间整理了这么久 如果一旦让他突破89块3 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都记得 而且我们也很不吝啬跟大家讲 老师那不可能啦 现在基础那些高要怎么突破 你给他看喔 我们如果说像他整理了这么久 一波段涨上来这样 那整理了这么久会不会突破上来啊 我们跟你讲说他4月份的业绩 来到2.18亿 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对 这种公司没起还是要起什么 然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给你看K线啦 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有限 观众朋友你看一直在涨停 有没有 诶 突破之后有没有 那台语有说穿得不穿了 有没有看到 诶 这一段时间指数也没什么涨啊 你看我的高平 从89.3 直接涨到多少 106.5 这个是近期从5月27号我跟大家讲的 如果从去年的4月19号是在这边啊 15块涨到106.5 也许花一年的时间B1纵重症那些享受喔 比较起来喔 可能还差一点点啦 但是你会很感心 是怎么很感心啊 因为在14块这边啊 15块这啊 你那个时候如果说买个100张 100张才多少 才150万耶 对耶 对不对 对啊 你说做股票的谁没有150万嘛 现在是1000多万耶 那1000多万耶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有一千多万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其实我觉得赚翔硕 跟赚洋滑比起来 赚洋滑比较困难 对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中间难典的话 它不是直接这样喷出去 无限制一直涨 对 你要完全了解才赚得到 虽然说同样是100块 但是这是6倍耶 对啊 你享受那个才一倍一倍多一点点而已 一倍多而已啦 对啊 你还算6倍耶 对啊 对啊 那1000万 你如果走美的那个行李箱 本来是这样滑滑比整个碰起来 还拖不上当 拖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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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去想 我们不是在这边跟你开玩笑 这你活生生的例子 而且你要卖 你想卖 你怎么卖都可以卖得掉 所以说有这个机会 其实我们都很诚心的拿出来 跟大家去分享啊 问题是说老师你说的 我就有听了 我就去买一厂两厂 不然我就买到一厨 所以我就走掉 那有什么用 一点用处都没有嘛 所以我们跟你讲说 我们拿出这些来跟大家分享 你都看得到的 在这里跟你讲说 我卖给你突破89.3 一突破 你要捏你就捏不掉 又完全到我们印证了 重点是怎样 第一个 阳法后续有什么利多 我写两个数字啊 6月9号跟6月11号 老师这两天有什么意志 我不知道啊 你如果想知道啊 你来现场 第二个 老师要有养法第二吗 有个像二三十块 三四十块 好像这里要启动的 这个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我今天报病来跟你讲 就是要跟你讲这件事情 大概百分之九十减点 九九九九已经确认了 那其实差不多就差不多了吧 剩下百分之零点 零零零零零零一 那就完全确认了吧 剩下的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标的确定了 时间问题而已 其实讲真的啦 你说一支股票这样 没到一年 真的讲真的其实不到一年 长六倍嘛 六倍真的可以等 最大的重点不是说 你可以不可以等 最大的重点说 一直够够够够 我们可以买得多啊 对 买更多 你说这里已经来到106块 你买100张 哇 一千多万 老师我没穿几万呢 但是在15块这边 你买100张的时候 才150万 你有没有 这才是重点啦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 在这一个礼拜六啊 其实礼拜五 我们公司有一个聚餐 原本来讲我们都是礼拜五 我们在台北办奖座嘛 对 对不对 公司也要求我们不要办 我们说不行 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消息啊 跟所有观众 你看得到看不到 你看不到我就没办法了 你如果看到了 你再不把握这个机会 我也没办法 那你如果说看到说 老师我的措施规养法 对15块去到100块6块 我真的很想把握这个机会 那你就抽空时间 我们讲说我们很难得在月初啊 我们就办全省的巡回讲座 我们也很难得就是说 真的没有时间我们特别抽空要出去 你要了解我们的苦心啦 当你看到养法从我们去年4月19号 15块 那一路涨到昨天106.5 涨了几倍 而且这一路以来 你如果在看我电视节目 你来看哦 它涨我们也讲 跌我们也讲 包括它有什么利多 我们也跟你讲 包括它的气数现行 要留意什么 我们151时跟大家分享啊 你今天如果看我的电视节目 老师我杨华都没贪到 那你真的不能怪我 有老师啊 你有出啊没出啊 那个我也不晓得 因为你不是我们会有 我们没有必要为你去交代 重点是怎样 然后第二紧急推出 其实有很多股票 我们为什么要紧急推出 它是不等人的啊 因为我们讲 刚刚有跟大家讲时间的问题嘛 对 不是说老师你等一下 我现在去传官 去中纪 去中纪来这等我钱中好 你才推出 这不是这样啊 这要不要推出 不是我决定的啊 对 你知道吗 是人家要决定 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 赶快让你们来上车这样而已啊 不是说我这样 我去中纪推出 不是这样啊 像洋法它要突破89.5 一路就冲到106.5 也不是我决定的啦 观众朋友 对 这样你听不懂 所以你要赶快 老师我再稍等一会 等你就不用来啊 你今天如果说 你在看我的节目 或者说 你以前就没看到有看到 或者你一路在收看我们节目 我只跟大家讲 要把握这一次机会 那么因为我们时间临时推出 又有公司方面又有聚会 所以我们只有选在礼拜六 对 礼拜六我们早上在高雄 中午在台中 晚上在台北 你要做的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同样会把我昨天拜访公司 我所得到的讯息我们一五一十的跟观众朋友 你去分享 我们会把洋法接下来他有什么动作 6月9号6月11号会有什么讯息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 重点是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你想大赚 你想从低价赚到高价 然后高价赚在更高价的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 拿起电话做一个报名的动作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好票 这么快 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 亚洲头部双小炮团队收费讲座 6月7号星期六早上10点 高雄西子湾饭店赚钱馆会议室 下午2点半 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澳洲厅 晚上7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一会议室 约专线02-2578-3777 其实卖槟榔怎么讲 在这边就是比较客难 如果说能够做好收纳 规划一个动线的话 可能对小朋友也有帮助 你说小可是一家人在那边生活 也觉得很快乐 冰岩滩等于是我的第二个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